快點報名參加6月16日 在旺角帝王庭院會廳舉行的 香港人網大型生日晚會 我們為你準備了豐富的美食街窯 充滿驚喜的表演節目 以及壓軸大抽獎 務求令你和一眾人網主持、嘉賓、寬度難忘的生日派對 報名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網討論區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 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 花上七年時間編制移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秀慧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 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 還會回陣內含14套 《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存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身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 www.h-a-p-p-y-h-a-r-i.com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之射箭 跟一般的射箭同內約不同 那裏是由香港射箭總會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Waymoney負責教導 他不止風趣 還好用心教的 咦?這麼適合我了? 那地點在哪裏? 在港鐵麗芝各站A出口 想知道多些場景 可以打2515-1161 或者www.bermond.com.h-k 看一下 西貢White Black Café 選用具意識風味的Pascucci專業咖啡豆 沖調出品味獨一無二的Flat White燒牌咖啡 放向腹肉的Rose Latte等 被譽為全西貢最有水準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勾綠色露天田園茶座 隨時都享受到仿如 自身外國咖啡店的休閒時光 更設有私人派對Party Room 寬敞而且私隱度高 約一群朋友 或者帶寵物來開Party 嘆咖啡都一樣巧 White Black Café 西貢普通道62號地下 訂座電話 3113-6088 靚煲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它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士 尝一尝靚煲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唱譚天下事 細說細泰情 譚志強 梁偉 譚天雪地 好 5月18號 譚天雪地 今晚差點變成冰天雪地 因為譚博和我都沒有空 今晚就是錄音的 今晚主要說公務員是否值得加薪這個問題 因為星期一 例如很多記者申報 都打電話給我問 我加薪怎樣的話 其實這幾年的市場是好起來 如果普遍公務員來說 是應該要加薪的 但是加的福報是怎樣的 大家聊一下 沒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 加薪應該給哪些人呢 我就玩得很清楚了 市局餅這班應該減薪的 但是中低級公務員那些 應該要加薪 因為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實在這幾年 市局級公務員的表現實在太差了 人價越多 什麼政務 市局長政治座 加一大堆 根本有做過什麼 有做過什麼 連名字都說不出 星期一、二左右 一出這些新聞 各界嘩然 報紙不停報 還有第三點 要加的主要原因是怎樣 就是加哪些不加哪些 公務員不是鐵飯一飯的 第三點 我最主要為港大市民著想 因為如果公務員不加薪的話 很實在 在香港的規矩私營機構 一定不加的 如果公務員加了 至少我們有些壓力給老闆 那些經營真的賺到錢 這麼多人走廣東道 買名牌 沒有理由不分給市民 那些職員 起碼對市民有利 所以現在實際上 加薪的這三個主要一定要搞清楚 應不應該加 事實上市好了 應該加 而加給誰 我覺得只是加總低級公務員 三個加了之後 對一般的市民一般的職員 都是有利的 不過當然 這個就是加的數顏 應不應該加的時間 也會討論 去到現在為止 整個輿論 Focus在局長級以上的增幅 是過多的 我跟大家講的 第一件事 你不應該 還要講時間 要不應該六月三十日前 或者七月九日前 立法會議會期結束 探知元明玩屎 我先講第四點 因為前面很多報紙都講的 香港人不講什麼叫政治倫理 其實政治倫理很清楚 我是前任CEO 我任期到六月尾七月初就離開了 我沒有理由 我臨走前 將公司的股息派了 變成新的管理層 沒有一種叫政策手段 去收買人心 誰都要留一個健康財政的狀態 去交給下手去接任 有著數應下任 你接任職員 現在為曾用權打工 為林瑞琳打工 因為將來要為梁振英打工 除非打定主要 說我這麼誇張 我就不做了 我辭職 我走 我留給梁振英 這些又是英國公務員 訓練出來的那些職民被漁業的屎條 你爭梁振英還爭梁振英 但這件事是不行的 你明白嗎 完全不合政治倫理 或者管理倫理 即是等於我和阿淡 正在溫暖電台 溫暖六月三號走路 接著我現在派了職員 什麼都派了 那當然是阿偉仔上台 那你怎麼管下面的人才來呢 立刻薪都沒得出我 是啊 你現在的問題是在這裏 你派的時間又不對 你應該現在才檢討 兩三個月之後 讓梁振英坐正了 梁振英決定派還是不派 那就等梁振英 那你現在不是 你先派了職員 玩東西嗎 你現在 所以譚志全這個 你問我 好像這些官 他呀 林瑞倫這些 炒一百錢都沒問題的 伊利斯固級官員 我沒有騙你的 因為他不在那裏做事 他在那裏玩東西 你明白嗎 玩東西的不止他 星期二的時候 詹蔭權也走出來 就說這個 propose 未來下一屆政府加薪 其實應該是現任政府所做的 讓下一屆政府沒有一個利益衝突 我理你老母 你有利益衝突 就不要坐人在豪華遊艇 是不是 你有利益衝突 就不要在澳門吃海船門吃大餐三萬人一次 你有利益衝突 就不應該巴西駐總統到五萬多銀 你有利益衝突 就不要臨退休前 全世界飛來飛去 我都還沒坐平 我都還尖 現在講這些無聊 還有我最生氣的事情 就是高薪養廉 這件事我跟大家講 我真的確實研究過 我以前在台灣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曾經接過的project 專門研究台灣的貪污問題 其實貪污問題是一門經濟學 我專門研究的 就叫尋租經濟學 提出這個經濟學家 Bakkanen 就拿過一個立會經濟獎 什麼叫尋租呢 即使我們在香港 買收買路錢 你擁有壟斷性的東西 其實定義很簡單 就是你用政治權力 去換取經濟利益 就這麼簡單 經濟力包括三類型 錢 貨物 服務 包括性服務 在內 現在的專門學 包括遊艇服務 包括餐飲服務 飛機服務 這些事情 事實上為什麼會出現呢 你要解決 出現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有某些壟斷性權力 而這些壟斷性權力 就是跟你偉仔所說的 某些官員掌握了 而他只要不吸引 只要不作為已經造成你很糟糕了 那你迫著要作為就付錢 如果作為的話 就像洛熙來那樣拘捕你 重慶民營企業家 你更加要付錢 所以背後一定是政治權力 那你要解決就是四種方法 全世界四種 第一種 就是我讀神學 我要很高尚的道德良心 但問題是 這個世界上低級的人 比較多 高級的人比較少 所以這只是最後一關 第二關就是 行政程序透明化和公開化 怎麼樣 就變成他很清楚的程序 你知道填了表 一二三四四 就是這樣做的 就不要像現在澳門這麼混蛋 跟普魯現在這樣 每一次問官員 就叫他付A 第二次說B 第三次說還欠D E 兩院比不完 知道嗎 其實後來查了表 今天沒有那麼多事情 根本上沒有這個程序存在 他說難度到某個程度 然後他就暗示 你找某個律師行 找某個公正行 通過那邊 就立即什麼程序都沒有 然後兩三晚搞定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透明化公開化 第三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本身你有沒有嚴厲的掌程機制 掌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高薪養廉 程序就是廉政公署 拘捕人 不單止收幾千元就可以退休 就沒有了 然後就要坐牢 身份名列類似的 說得難聽一點 四個因素 掌就是屬於第三個因素 程就屬於第四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如果不配合前面 一二四三個因素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主要因素是這四個大陸 其實你沒有作用 為什麼呢 尤其是對一些高級公務員 你也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你低級公務員 中間公務員我身稅不多 我退休可能去過 隔了百零二百萬 每個月兩個政府拿薪 那樣我當然害怕 所以一就是問程序對不對 二就是看年紀會不會差 而你才想做不做事 所以公務員先天一定是被動 一定是懶的 這件事我是一向同情的 因為我很多親戚都是做公務員的 那一定要跟這個 但是為什麼中低級有效 好像那些司局級高級公務員沒有效 你想一下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錯就是找下面的人是什麼 還有 還有 想不到 其實除了有錯有下面是什麼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他們要不就不仰慕 一仰慕就仰慕 都超級富豪式的生活 哦 去誰 是啊 去什麼事件這樣 因為他們 那些人 因為他們坐在某個權力地位 我是郭炳商也好 我是何柱國也好 我是買你怕的 我一定會主動提供某些東西給你的 但是這個可能是合法 可能是非法 但是不是的 你兩個不同的生活階層 一混在一起 你就看著高很多 是啊 沒錯 你一旦享受那個東西 那當然要給那些 好處給那些大哥老的了 你明白嗎 所以高薪養廉 是對最高的公務員司局級 是沒有作用 基本上 作用幾乎等於零 我跟你說 因為他養步都不是正常人 香港數了幾百人可以享受生活 你明白嗎 但問題是 公務員一個月 副局長25萬 局長30萬 司長級35萬 特首40萬 一般人說難聽一點 都要花三四十萬個月 哪裏花得完 都不知道怎樣花 還有你這麼忙 對嗎 很多公務員都退完休息 才開始慢慢花那些錢 開始旅行 可以問 或者做官員的時候 由於你本質做公務員穩陣 於是就像陳方生一樣 實在做插成案件 買樓來投資 以後把樓放租出去 一個月拿回 兩三萬元 一萬元兩萬元 兩萬元的租金 現在陳方生 據我們所知 政務司局退休 都有一個月差不多四萬幾五萬 即是你不拿完 每個月慢慢撕 就跟他鬥長命 其實都是四萬五萬個月 我問你 你現在一個月有沒有四萬五萬人 傻了 沒有了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出來 如果好像澳門那樣 拿到一萬二到一萬五 一定是偷笑的 一定是偷笑的 你明白嗎 如果澳門有兩三萬人 如果不是要付出很大量的房租 其實生活一般都可以 最多是沒有積蓄 你現在一般公務員去司局級 一個月拿差不多四萬到五萬 如果不一次過拿 公務員有三種拿就拿退休金 現在還有一次過拿了炮 打了人 就不見了 例如我早在加拿大買了房租 都放租的 那早今天又不怕貨擠貶值 一次過 又不怕香港以後倒閉了 一次過就走了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我認識一些 就拿一半 留一半慢慢撕 我認識一些公務員 就是 留一半之後 每個月就拿回五千 八千 一萬五萬 因為我只要有政府屋主 有買了屋的 你一般來說很困難 都蠻好花的 子女北左葉有工作 還有老婆兩個 還有老婆死了 我拿一半 你死了老婆還拿一半 哇 基本上一個月六千 就好 就拿公援 亦不用死 第三者 就是我和他鬥長命 我六十歲退休 再和他撕 一個月可以拿兩萬 最重要的是 不要冬瓜豆腐 所以公務員 你看到 高中低 應該是不同待遇的 你竟然說高薪養臉 養臉 你自己養不到 你姜文權 說廢話 另外一件很荒謬的事 都要暴露一下 就是 今次政府有個建議 就是 問責官員 要和通脹掛勾 不對的 美國英國的政策責任 簽約的公務員 最純粹是看 國會 認為你的表現好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純粹是沒有了這個機制 是又給那麼多 不是又給那麼多 因為你的待遇好還是壞呢 事實上是 因為你不是正式入職那種 你已經脫離了公務員系統 所以你現在是獨立來平衡 就看你那些人過去一屆 表現得好不好 才加還是不加 等於我們的合約僱員一樣 你要給他滿意籌金 你還說我滿意 現在很明顯是全香港的九十都不滿意 包括連王國興 民建聯的議員都不滿意 是啊 但是為什麼香港是沒有了平衡機制的呢 就是 不是沒有沒有很正常的 因為私局級是政治任命的 就是我特首提出名單 然後給他下去做的 這個不是公務員系統 是脫離了公務員系統 知道嗎 我做特首 我選上 繼續選到 那你繼續做 知道嗎 那你選不到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的薪酬 是另一套標準平衡的 是不是應該跟民望 應該有一個適當的關係 是啊 就是你基本額 譬如三十萬就是三十萬 那你高一點可以加一點 低一點可以減一點 或者你不喜歡低還是高 那就看一看滿意籌金可以加 例如你走了的 OK的 大家覺得好的 那就給滿意籌金 如果說得不好的 那豆領也不給 就叫你走 如果這個平衡機制是公平的話 一定沒有人肯做林瑞麟的位置 不是 平衡機制是這樣的 他應該由一個 具有完全民意代表性的議會審 才對的 你現在問題的議會 不代表人民 你以為民建聯工聯會 很想支持你嗎 他是壞政府 痛過中聯辦給壓力 就是他們監促逼他們的 那就是壞了 他口裡又要罵 這件事是這樣的 這些是英國佬 幫我支持的 這件事是教來的 因質的 就是我不出面 那些因質的事 全部是由民建聯工聯會做 而是讓你在選舉中選輸了 知不知 一方面利用你 一方面利用人民來踩你 所以你看九月份選舉之前 突然間搞這些事情出來 又跟曾蔡全都要報回幾年來 一言之仇 因為每一次他要別人幫忙 那時候 你知道我做民建聯工聯會 那當然是成績勒索 每個人都異議過我 那沒理由合家產 又要我投票 又沒有好處 這個世界上是不合理的 但是曾蔡全都覺得 我自己的地所當然 我在後面夾著中聯辦 北京又有個港澳辦差案 你知道嗎 所以公務員和民建聯工聯會 都面對我口不和 曾蔡全都說 叫做什麼 有榮無辱 對啦 有錢 所以你實際上正常的方法應該怎樣呢 就是 權責機制配合 特首應該由香港 以會裡面佔多數的聯合政府 也好 單一政黨裡面 由那裡出來 然後他再 帶著這班人 找個黨邊 逼那班人投票不投票 正對也好 錯也好 就是民意全部負責 你不勞理下一次 就別投出特首了 你就不要投這班議員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叫權責對稱 現在權責對稱 爺爺喜歡哪個陷加產 就當特首 出來當特首 這位特首知道是爺撐,他沒有臉,北京拉著港澳辦,香港拉著中聯辦,接著就劫你那群民建聯 不透都不行,爺爺柯打,那麽關係哪有正常 莫就由你那群建制派議員揹揹,好處就我們 你明明才出問題就在這裏,你出問題就在那裏 所以根本來講,整個加薪荒謬,基本法體制也有問題,基本結構也有問題 如果基本法只有45條完全失眠,反而就沒有問題 因為特首就選出來了,對不對 如果基本法只有68條,整個立法會直選均生,這樣就沒有問題 生也好死也好,反正香港人投出港水扁的,鄉水扁的 你自己拿來,所以抵你這個混蛋 現在問題就是,我沒有投過你票,撐你的肺力,找我做老臣 這是不老禮這件事而已,所以今天加薪 用回阿爺的一句話,一定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士,不知道搞什麼 說來講,這件事我想也沒有說 反正你問我加薪給高官,我一千個不答應 但這班高官又是獨立的 他把高官加薪,即是非公務員體制加薪,就跟公務員體制加薪 這班人最混蛋的事情 你不加薪,其他香港公務員就跟著陪葬了 跟著不單是香港公務員陪葬,市民的一般職員都陪葬 跟著就罵死那班議員,說你不要這樣 擺明露屈而已 你是不是賴屎 除了你拿拉布協辭,又不能拆招 沒有的,現在暫時不能拆拆 因為議會的結構不合理 但這些值不值得拉布呢? 我覺得這個議案,主要是看民意 我相信建制派議員,如果反彈得太大,九月份的選舉 國外又請病假不出席 而且如果他們覺得好問題,他們會去告預長 你會找中聯辦港澳辦,我也會找中聯辦港澳辦 其實我覺得炒得起的 因為一出了這件事,第一兩天的報紙賣得很厲害 因為這件事一定要看建制派裏面那些人,有沒有人有吉時出來 講到明了,我九月份選舉,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搞我 就是這樣,無端發洩石頭變幾個議案出來 結果這些議案實際上最後的目標呢 就是一,就是打梁振英,二,就是打建制派議員 但我懷疑建制派有沒有這個sense 建制派有,這個問題就是有很多暗瓦底 現在掛著罵拉布,他不必有sense 有,有sense的,應該有人聽過電台電視,看過報紙的 因為這些事情,真是太隱藏了 我不是說我幫梁振英,梁振英現在呢 你應該快快手上台給他 給他一些,他認為他要有權力 然後看著他怎樣倒閉,這樣才對 因為梁振英的性格,我跟大家說 我觀察他十幾二十年了 他真的大權在握,他一定出事 因為他很多事情是很固執 是不理會既定程序的 好像說到外行的事情 加多一兩個月,就要去好公屋 要去好公屋,要去好公屋 其實做一個月落成功,跟環一個月落成功 就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的 其實都是那兩個月的事 但是他為了要加上這個事 要說一堆理由出來 這理由就不成為理由 其實你說真的要去一塊很簡單 你橫平做粗糙一點 所有程序做粗糙一點 快快手過去就算了 以前橫平做六個月,現在做三個月 你不是說只是那個 那些程序中間 你要壓縮 還有出了市 最好人 以後出了市 好像韓國三豐百貨事件 最好你已經移民了 射到包公屋倒下 一千五人 死傷一千五人 因為你壓縮的程序 以後真的可能出事 好像現在香港也不少見 但是你看梁振英的處事方法 他好像不理會程序 他覺得要做就明天要做到的 然後出了什麼事 就賴你回頭 我沒有樓給你們 你們幹嘛妨礙香港市民發達 講來講去都是這些事 所以現在很簡單 快點給他們上任 快點給他們權利 讓他們犯錯誤 其實你要善一個人很簡單 有那麼高 他自然的本性 性格決定命運 你明白嗎 所以沒辦法 你問我 現在香港基本上六尋 十五年 現在是六尋 要看得到的 沒得意的 不過有些人要挑選 已經是信神 現在信神好 很離譜 林瑞倫說有英國讀神學 黃仁龍有英國讀神學 曾任權一早說讀神學 還要讀西班文 瘋了 先說明我 其實我覺得讀神學是好東西 因為他讀的神學 據我所知 就不是讀阿拉伯的伊斯蘭神學 又不是讀印度 或者我們中國佛學院的佛教神學 神學都找三大主流 但一個就是一神論的神學 就是找兩派 一派就是基督信仰 從猶太教的一神 到天主教的一神 再到基督新教的一神 這支一神論的神學 因為他們應該讀這支 因為英國本身屬於基督新教聖功會 安安琪那一派人 這些神學其實都分了很多牌 我為何這樣跟大家說 因為我以前這些東西 我當了幾年 我當了兩年 這麼厲害 是啊 我們基本上是讀天主教信理神學 一定是這樣讀的 因為耶穌會必然是這樣 去到台灣我讀的大學 那個歷史是主任的神父 是叫方豪的 還有韓退傑 哲樂是主任 他們本身是正統的天主教 羅馬教會的天主教信理神學 先讀這支 但我讀完這支 那支我發覺不夠個人 第二支我讀新教 因為台灣的長老教會很紅 那支不在我們學大學讀的 要去其他大學或是去校園 書房也有關神學院的小學讀的 但他們的神學理論 有沒有相互抵觸 抵觸到暈了 核修是沒有抵觸的 我的上主一定是耶穌會 我的救世主一定是耶穌基督 讀完聖經理大康 就表示我當年的成果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經過我者類 除非那些人都上書 類似這些 一定要讀這些東西 聖經裡面四福音書 還有後面那些 尤其是新約部分讀得更熟 尤其是猶太教總是教我約的 尤其是前面五章 那個叫梅塞五書 或摩西五書 天主教和基督教 就多了後面那些 但編排有點不同 基督教是少一點的 天主教是多一點的 多了九章 那些在現在 你如果看基督教聖經 另外有一個叫做 外經 或者叫藝經 藝經是分兩重的 有一重是基督教 在天主教裡面有列的 好像馬卡比傳那些 那些是正經 這些天主教叫做正經 但是去到基督教馬丁路德篇的時候 就變成次經 或者叫藝經 還有一些天主教和基督教 大家都不承認 大家都不承認 還有那些叫刺刺經 一層一層的 全部有21本 有些是18本 有些章節拆了兩章 有些拆了一章 一章變兩章 反應是章節剪接的 所以天主教讀的聖經 章節是多於基督教的 以及他們兩個教派的翻譯也有不同的 翻譯也有分別的 我們香港人 基本上是讀新教基督教的 原版是在澳門墳場的馬禮遜 後來馬禮遜版本 就改了國士立版本 國士立版本現在就是香港跑馬地墳場 然後跑馬地版本 再變成上海麥道高 麥都高麥海書局版本 那個就叫和合本 現在香港基本上大部分人 就用和合本 或者是從和合本轉寫成的 現代漢語本 那天主教的聖經就很可憐了 那些神父是很壞的 從利馬鬥四百多年前來 一直都不肯傳聞翻譯 所以就翻譯前面的十幾十章 就是章節拆來翻譯 你要讀新教 你要讀一些叫天主實義 其人十論 即是由教會人士自己寫的小策詞 我一直懷疑 這班神父是有私心的 因為你不把聖經全文去譯出來 那以後要靠神父 靠外國的外國的外國神父 你自己有本中文聖經 大家回去自修就可以了 就是了 不過自修也有問題的 有一個人自修就是 就是拿了一個在香港為基地的神父 叫做羅修傳 他叫做羅什麼鬼 他叫做羅什麼鬼 這些姓羅神父在廣州派 派了一本去寬世良言 我同鄉梁發寫的 後來羅巧傳 沒錯 然後回到自己讀 然後發高燒 然後發過原來 我爸爸叫爺火華 我大哥叫爺蘇 我媽媽叫馬尼亞 這些是太平天國的朋友 沒錯 這位人名叫熊火獸 後來就改名叫熊獸傳 所以自己讀聖經 可以讀出拜上帝會出來 那些飛碟又飛下來 所以讀神學的東西 你問我 我不管怎樣 給我的見解 就應該先讀正統的天主教 信理神學 或者讀基督教的系統神學 就是讀回這兩大門派 然後再讀其他派 會不會指農秀傳 所以 不過以爺蘭公公的性格 或者黃人龍的性格 應該都不會讀成這樣 以農秀傳 這句很清楚的文章裡面 他看完勸世良言之後 在家裏發高燒發了三天就死了 然後就夢見到天堂 天父大刀 劈開肚子 洗淨了腸壯 於是就洗禮啦 厲害嗎? 所以讀神學要記住不要亂來 不要自己拿著聖經的亂來解釋 反正會出事的 好啊 這節時間差不多 安信兄弟班 大武産 你呀 針了三十多年 就是武産武一杯新盆茶 你呀 我沒用 我幫錢買老結信 情於意識 傻瓜 結果 我送了監獄給他們 誰都要幫忙討厭他 好兄弟 劍山 安信兄弟班 有齊私人貸款 物業安揭和信用卡 任何周轉需要 誰都幫你討厭他 Kiss世界沒人與靈界的客觀規律 開創紀錄於史上線 今次大家看到這部電影 所有出來的東西全部都是真實 雜思上 知識 驚嚇的靈異實錄式電影 我想問 那個白色的那個是不是 逆分來的 立入禁止 我看到正在飛 K 下周四拖禁公影 想喝甚麼 今天我請客 那麼好 當然啦 我有張買一送一招 很划算的 哎呀 沒帶出來 不如等我來啦 手機都可以即時下載 對呀 只要上 CSSMOBI.com 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全城最熱門的餐飲娛樂 購物消費優惠 看好優惠 還可以即時下載和分享給朋友 那就不怕忘記帶啦 CSSMOBI.com 全城最HOT優惠 看好即用 香港瑜伽協會主辦 Yoga Gala 香港國際瑜伽比賽大會 由主席Master Dixon 聯同七位國際級大師 主持表演、研習班和比賽 5月26至27號 在九龍灣會展 全日有得看、有得玩、還有東西送 每張門券可換取價值高達1300元的福袋 快點來Yoga Gala Share and Dare啦 報名查詢 www.yoga-gala.com 唱談天下事 細說細泰情 談志強兩位 談天說地 好,第二節回來 繼續講講讀神學的經驗吧 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你問,我買了兩位子 Steven 你覺得兩位高官讀神學為了什麼? 好明顯是怕林老過不了 現在準備定贖罪先 都有點機會,你覺得怎樣? 其實都是的了 但是,你說好像林瑞麟那些讀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講明這個人 平時在議會上顛倒是非黑白 他自己根本是覺得自己沒有錯 不是,我覺得他應該覺得自己有錯 才去讀神學 嗯 就每天在這裡懺悔 曾蔭權我覺得會有這個機會 曾蔭權應該是 林瑞麟我覺得他有一點走火入魔 為什麼呢? 讀神學有三種不同的玩法 但是信神 嗯 以及認識神 到信賴神 到依賴神 到依賴神 是幾套不同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你信神這件事呢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是一個家庭的環境 有些是你接觸了某些學說 覺得很好,理智入 還有一種就是情感入 覺得這件事是宗教的感情 感受到神職的偉大 是的 基本上有三種進入 一種自然進入 就是我自己的環境自然然 我爸爸是牧師 我爸爸是神父 我爸爸以前是神父 其實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信不信 你們自己的神會跟你說 你應該住總統套房 不會 通常來說 你跟神溝通 基本上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祈禱的 要是讀經 要是祈禱 在讀經的過程之中 你突然心裡 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原來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 祈禱也是一樣的 你覺得在總統套房裡有祈禱 神對你的回應方式 基本上就是你心頭 突然間就覺得 原來問題是這樣解決的 或者有個聲音出現 聲音就不是以我們物理的聲音出現 是我們腦海 我們這樣騷擾 靈魂會出現的 你心裡聽到的 所以你認識神門 反而是有幾種不同的過程 但讀經和退休的必然是一定要的 你不讀經 不祈禱 或者不去墨斯 就有第三種 你不讀經